這時空 時空是很有意思的 上個禮拜因為我去澳洲參加那個世界的 國際羅關世界總會的大會 所以跟各位同學請假請了一次 那美國的同學我會回到美國說 另外早時間跟你們把課給補起來 那南華大學的同學不要忘記我們這個禮拜六對不對 這個禮拜說你們要養足精神 這個禮拜我們要一口氣 你們一次我沒有上的課 一口氣給他一口氣 昨天晚上我才回到學校 早上我是剛才要走了 他們有一個工程師要跟我談工作 我說不行 我現在要跟學生去上課 所以有點遲到 非常抱歉 上個星期 上上星期跟各位說的 就是課從這個唐代 唐末 晚唐五代開始興起 那麼這個五代當中有兩個代表 有兩個磁派 一個就是在以四川鼠地為主的 叫做西鼠 西鼠磁派 另外就是在以江南為主叫做南唐 所以西鼠我們叫做花間磁 稍微跟各位做一個小小的一個回憶 比如說五代的磁 五代時代磁有兩個中心 一個是在西鼠 一個在南唐 什麼叫做西鼠磁派 一個是南唐磁派 那個西鼠就是有一個先 有一個人叫做趙崇座這個人 他把溫婷雲、偉莊、黃埔松 一直到這個所謂的孫光縣 一共十八家 那麼收集了五百多首的磁 就把它定名叫做花間磁 趙崇座 那麼多的, Boston 這兩家有一點相似的地方 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麼花間池就一共收了18家 為什麼多叫西蜀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是四川 在西蜀這個地方 只有像溫婷雲偽裝 他們雖然不是 但是那個慈峰 慈的風格非常相近 所以也是把他歸為花間慈敗 那麼他們的內容 大概就寫那些 齊燕公子繡房家人 類似這些 就是說這些公子家人 他們在這個 就是說在這個 用那個花間慈序 欧揚琼的花間慈序的話 所以他們的慈峰呢 是指這些 齊燕公子繡房家人 地夜夜之花間 文秋立景 舉仙仙之玉子 拍岸相談 大概所以說叫做花間池 請過去 蓋住 太陽 走 不管怎麼在 還是 血 爺 咬 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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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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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欧阳炯的 美国的同学人把人家能不能让他抽出这个字 花间磁序 花间磁序有一段话 最能传神讲什么叫花间磁 肯蔡克写的这个磁序本人写的非常的艳丽 说起宴公子就是在这个歌宴酒宴当中 而且这个酒宴不是普通的酒宴是国宴 是酒汗而热的起立的酒宴公子 这些公子王孙还有呢配上什么样呢 绣纺家人这个家人是住在住的地方 那个维曼是绣黄绣着花的 那他们在做什么事呢 地叶叶是花间地就是说传地 一叶一叶就是一片一片的花间 那个书间啊书我们现在讲叫变条纸好了 就写在上面那个诗的那个纸章啊 都还是什么花间 有那个脂粉味花香味 甚至说那个纸章可能都是上考的纸章 换句话说他们是唱在酒宴当中为了住信 我们不是讲过有唐代酒令吗 是不是喝酒的时候有一些住酒 所以地叶叶是花间 然后呢文抽立锦 这里面所写的文词充满了就很起立 立锦就像锦绣那样子的 再来说那家人怎么样呢 家人举千先在御手 家人的手就是很细致的 很纤细的御手干什么拍案相躺 还有就是唱嘛 所以可见了当时那个词 可以证明是不是是可以唱的 怎么样唱为什么 要拍子嘛 这样拍着 拍着这个香坛 可能是一个乐器 所以说贺歌而唱的 他说呢 虽然这样这里面的词 也不缺乏清觉之词 也蛮清厉的 有这个旷古绝唱的 不乏 也说这当中也有一些佳作 然后呢用注娇妖姿态来助性 所以也说这个歌女们歌迹们在唱的时候呢 他可能姿态非常的 明南话叫娇妖娇 一看那个地方就是非常妩媚的 媚态的 所以就把这个词的定义 花间词给人家感觉就是他的迟早非常的华丽 迟早华丽 然后呢 他的这个呢 他的构思 内容的构思就比较的婉约 所以早期的词 在初中坡跟新嘉宣出现之前 甚至还 当然他是慢慢演进 我们今天稍微跟各位同学讲一下 这个词演进的一个脉络 所以早期的花间词 你会看得出来就是 就是迟早华丽 然后构思呢 非常的完美 那么还有呢 内容写什么呢 比较偏向于女性的 女性的 写这个女性的美貌容貌 女子的容貌 还有他们的这些 我们说迟早期 星期是跟歌迹很有关系的 歌迹的制度 这个礼拜六 我会再对南华同学 来再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补充 比如说他是因为 当时因为生活条件还不错 娱乐的一个需要突然间很强 很需求增加 所以呢 就很多农文人就来助兴帮忙写一些词 给这些歌迹们唱 那么当然呢 写的时候当然是写歌迹的一个 他的姿态 他的容貌 那么还有一些他们的离情 离别情仇 为什么 因为他每天 每天一张三里式的 今天来了一个什么公子哥 每天又走了 所以圣国那种非常的无忌 没有寄托的 所以他们的离情别仇 离仇别恨 所以成为一个叫花间 花间失败 那么这里可以归纳起来 花间失败的十八位 诗人当中 他们呢 大部分都是说宫廷里面的那个豪门 宫廷豪门的清客 所以生活的一个空间 那个就比较狭窄 然后呢 生活比较空虚 文化素养相对呢 就比较的比较的贫乏 所以他们那个作品表现的 就比较是在君臣 君臣彼此之间 陈哈尼九色的那种 比较移民的生活 所以整体来看 花间失败作为词的起源 是有他的历史 文学是 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但是呢 如果从一个文学的内容 文学的格调来讲 那个风格来讲 还是显然内容比较单调 也比较频繁 那么花间失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有一些比较少数 有少数也有接近这个 民风的民歌的作品 这里我举各位同学举一首 就是有一个叫 《明西记的生杂子》 《明西记的生杂子》呢 他在非常起立 艳与艳丽的花间词当中 他表达了 还比较起来 就是民歌风格 我们还要讲的 就是说 你从那个敦煌里面的资料当中 还找到了 叫做敦煌词 有没有 敦煌词其实就是歌 是民歌的 是民歌的 所以《明西记的生杂子》 我们就各同回去找 他那个前面叫做新月 曲如梅 未有团圆欲 红豆不看看 满眼相思泪 生杂子 查一下这个 回去查这个 注意哦 这个宋词里面有些字 不可以念错 清平乐 要念乐 就不能念清平乐 不能生茶子 叫什么 生杂子 所以《明西记的生杂子》 是一篇怎么样 一首还不错的 那么第二个让那个 就是说他还有写一些 关于冬月 就是广东有些民土风情 像欧阳琼的那个南乡子 欧阳琼的南乡子也是的 也是可以 还不错的一篇 就是说写让我们可以了解那个 冬月 那个广东 靠近广东东边的 这个他们的作品 总之呢 整个比较来讲 花间词 我刚刚讲的那个风格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再提到 OK 现在呢 如果比较于他呢 南唐词 南唐词他也是君臣之间的作品 我们说南唐词有三个代表人 除了南唐二组 上个礼拜讲李锦跟李玉 对不对 就是南唐宗祖跟南唐后祖 李后祖 我们有时候就习惯的讲李后祖了 我有一个姐姐他们家的那个排行 他们姓李 他们也是第二第三代的小孩在用后 李后什么李后什么 那个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 他的奶奶就来 奶奶就来问我说 要给小孙子取什么名字 我说怎么不能叫李后祖吧 我本来给他取一个非常好的名字 叫李后凯 后人凯模 嗯 不错吧 李后凯 我说就是不能叫李后祖 其实也没怎么样 如果叫李后祖 有一个人姓夏 他就真的取名字叫夏威夷 好不好记 后来我们就看到他说夏威夷 夏威夷 我们要去夏威夷那里 所以有的时候人 你要取一个名字比较好记得 也跟有一些典故 这个南唐词呢 他跟西俗词有一个相似的地方 说他们同样也是一个写宫廷之中 豪门享乐的那种吃风 但是他也有差别不一样的地方 有几个差别 三个差别跟各位同学做归纳 第一个差别是说南唐整体来讲 南唐两三个词人的代表 我刚讲南唐二组李景李毅志之外 还有一个叫冯岩寺 冯岩寺在我们举一首他的词 什么吹奏一词春水 有没有像这一首 OK 但是整体来说呢 这南唐词人的文化修养 比这个西俗 比西俗的词人还要高 就第一个文化修养 这文化修养会决定 会这个影响他的创作的 创作文学的造诣的高低 所以第一个是南唐文人 南唐词人的文化修养高于西俗词人 为什么呢 因为西俗偏离西南一方 中国的西南一云 那是比较必赛的 虽然西俗也出了很多很多的 历代出了很多优秀的词人 像唐代的李白 就是唐李白 金人呢 邓小平先生也是那个 所以他的政治文化 还有 但是整体来说呢 说西俗还是比较偏于西南一亿 那么南唐词人长江流域的下游 他的京城南京 精灵也好 健康也好 叫建业也好 从三国时代以来 更早以前 在春秋战国在输啊 是不是 是不是 吴跟什么 那个 吴越有没有 吴越要输国这 就是说他在那个地方 所以呢 吴越这个地方 所以他在政治地位跟文化的水准 都比较的 比较高 所以艺术的 艺术领域也比较在 就是说艺术的水准也比较高 那么这是他们两个的 就是说第一个是地理观 环境的关系 所以 西俗君臣所写出来的东西 你可以看得出来 比较偏向于感官 感官刺激啊 感官刺激啊那种 那个物质享受的 然后女性的一些容貌 媚态等等 第二个 第二个不同是说 两个词派的来源也不一样 西俗的词啊 虽然从民间 既既民间来 但是并没有继承民歌那个清新的风格 那个优点 所以他的词就比较不健康 整个看起来比较风花粉 风月脂粉 脂粉味比较重 而且都只是在一个喝酒饮宴上的住性 酒宴上面的住性 所以说 西俗的词是比较零宫之词 零宫就是歌零 零宫之词脱离不了零宫之词 所以是一个酒宴上面的一个住性之语 然后里面有什么味 叫脂粉味比较重 所以写的一个 词的一个就比较狭隘 相对于西俗的词 南唐词呢 它是从唐代的抒情曲绝 七言绝句 他从唐诗 唐诗七言绝句那个抒情 所以你就觉得他在一个词 做一个抒发情感的文学的体材来讲 他的歌调就比较高 所以他把这个词就多了一些歌詠人声 来抒发人声的 所以这里面就会加入了一些 士大夫的思想感情 你知道这些士大夫来做 他们当然的歌调高了 所以就超越了超过八件词的燕柯旗 所以他成为一种世代夫子的先驱 所以南唐词的重要性 他把这个词从灵弓之词 词一直被视为一个很艳丽的艳柯 艳柯旗然后过渡到哪里 士大夫 所以士大夫们受到比较好的文化教养 文学训练 所以让词就这样慢慢 所以我们这样两个比较来讲 比如说西俗的死地是比较俗媚 比较俗媚的 那么慢慢的南唐词就比较走向了 所以从俗走到哪里走到哪里 所以士大夫 我们再看到后来唐那个宋初 就很多的士大夫是不是跳下来 跳下来写词啊 谁呢 燕书啊 二燕父子作为宰相的燕书 扣准也写啊 燕书啦 燕己道啊 燕己道父子 二燕 到后来连将军 老范 那个小范 那个就是说范将军的谁啊 范仲淹是不是 连范仲淹这样子 那个横溯沙场的人 他写起都写起死来了 所以士大夫的残疑 就是只脱离了 凌公之死 走向了士大夫子的谦虚 这是蛮重要的 再来第三个不同 就是说南唐很多的这三个词人 他们是什么 全力 就是说全力作词